子曰顺其大智也与顺好问而好查而言 引恶而扬善直起两端用其忠于民 其思以为顺乎 引出一个古人的典故来 顺是怎么做的 姚顺与那个顺 先是一个评价一个感叹 顺是拥有大智慧的呀 实际古文这个言语 既可以用作感叹词 有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带有一点轻度疑问的意思 就是不是很确定的意思 顺恐怕是具有大智慧的呀 那怎么体现的呢 它下面讲顺具体的做法 好问 什么事情 喜欢征求他人的意见 好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好查而言 耳是近 查是体查 考察思考 顺喜欢 去思考那些最近的言语 耳言 近言 什么叫近言 就是很浅进 很直白 而且 在身边 日用平常嘛 在身边日常生活当中就能碰见的 经常遇到的这些话语 这些言论 顺喜欢去品味呀 这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浅进的话语 语言 这是第二点 就顺的做法 第三点 隐恶而扬善 隐是隐藏 是把它消弭 扬是发扬 把恶的东西 把它 去掉 把善的东西 发扬 就是顺的第三个特点 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常用的话呢 就是 把负能量的东西 到此为止 正能量的东西 发扬广大 然后第四点 顺的做法 执其两端 用其忠于民 这个可以说 是它的第四个做法 也可以理解为 是前三种 做法的一个 提升 或者在前三个 基础上 才能做到第四点 执其两端 端是极端 执按字面 意思就是拿着 就是你要认识到 这些事情的两种极端是什么 但是你不要那么去做 用 是你具体要怎么去做 用其忠于民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事情的两种 极端是什么 然后在这两个极端中间选一种方法来使用 用到老百姓身上 就是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它是贯彻一个中庸之道的 而这个中庸之道 跟我们前面说的又不太一样了 它实际在突出 它实际在突出我们刚才说那个适中 怎么样就是怎么能做到适中呢 要好问 好查而言 隐恶扬善 直起两端 然后你才能做到适中 这是顺给我们的一个 这个树立的一个好榜样 或者是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 要想在生活当中真正的落实这个中庸 我们得学习顺这种大智慧 首先要好问 就是你这个事情做得适不适当 适不适中 我们经常自己是不知道的 怎么办 你得经常去问别人 征求他人的意见 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这样你处理问题才有可能适中 所以古人才讲 以人为见 把他人作为一面镜子 照着自己合不合适 照着自己有没有什么污点 那这个怎么体现呢 就是你得好问 这个事情不要刚愎自用 不要自以为是 想当然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办 这么办才是最适中的方法 那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把握不住的 要好问 要喜欢去征求别人的意见 经常问一问别人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问张三对自己怎么看 李四怎么看 王尔玛怎么看 然后这样 听取大家的意见 你才能知道什么样一个方法 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适中的方法 要想做到这个中庸之道 首先得学会 征求他人的意见 了解他人的感受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好查而言 你问他人的那个东西 你不要问一些高精尖 奇难怪的 你得问那个日常生活当中浅进的东西 好查而言最切尽的生活的那些言词 你比方说咱们说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 比方说穿衣服 这个着装你怎么能做到适中 那这个审美 你就不能从自己出发 说我认为这么穿就很好 你多问问别人 你说我穿这身衣裳 你看怎么样 这叫而言 最切尽的 而后你得好查 你得去体察 你得去思考 你得去分辨 因为人家那个话吧 有的时候他不会说的很直白 你得动动脑子去想 你说你还看我穿这衣裳咋样 上去难看 这样人少 用啥这么说容易伤人 所以人家表达的时候吧 人家怎么都得含蓄点 说你穿这个还挺有个性 那这话你得琢磨 它是好话是坏话 挺有性格 这是好话是坏话呀 你得去查 这就是一个耳言 一个离你很近的话 切合你生活的一个话 但这个话你需要去查 你需要去体会 你需要去思考 你如果不查 不动脑去思考 那你问白问 没问出效果来 说你看我穿这衣裳怎么样 说这个 这个吧 好像也可以 这话你得琢磨了 说你穿这个 挺令嘞啊 说这这话你也琢磨 这算好话吗 这个 说你穿这个吧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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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的角度想也行 就是这样 隔屋置之吗 所以这 这时候你就得去查 你得去思考 好看 所以 你要想做到中庸 第一步 你得会问 善于 争求他人意见 第二 你还得善于 倾听 你得能查 你得能品味出 人的话的真正意思是啥 这两点 结合到一起 你才能真正了解 他人心中的想法 了解自己 了解他人 这就是格物吗 格物置之吗 所以他这两个搁到一起说 中间用个耳子 把他联系起来 你要好问 这个耳是并且 你不仅要好问 并且要好查耳言 这两点是有连带关系的 你没有后面这句 你光问 问完了之后 人说你穿这个挺有性格 那是好话 我穿这个能体现我性格 那我就明天就穿这个 那就麻烦了 这俩得结合着看 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格物置之 所以他用耳字连起来 这两点必须结合到一起 才有意义